驕驶侵航機快速升空 一瞬間整個屏東大棚灣看得一清二楚 侵航機因為考照容易 加上比起一般私人飛機 價格相對親民 像是畫面中這種飛機 價格大約400萬 有的機種甚至100萬就能買到 吸引不少民眾一元飛行夢 因為它是樓空的 所以它在飛的時候 就是有像說風的話就會很大 飛行是一種至高不上的快樂 像是綜藝大哥大張飛 就是清航機愛好者 去年甚至還考到清航機的教練證 化身快樂鳥人 同樣是高貴不貴 100萬以內搞定的戶外休閒 很多人選擇露營車 長約4.8公尺 寬2公尺多 這一台西班牙進口的露營車 只要連接上休旅車 就可以開出去爬爬燥了 重點在於車重只有740公斤 車主不需要重新考照 因為我們750公斤以下 不用連接車駕照 走進露營車大約三坪大的空間 原本的沙發和桌子組合拆卸 就能變出一張大床 足夠兩個大人躺下 後面還有上下鋪也可以睡兩個人 加上不到70萬的價格 對於喜歡戶外活動的玩家 特別有吸引力 還有這種台灣製的小型遊艇 包括船體 引擎 拖車 牌照申請 所有的花費大約100萬就能搞定 讓不少民眾也能常常搭著自己遊艇 出海度假的奢華感受 他擁有第一艘入門船的客人 他其實目前我們觀察是 大概佔60% 國人對於休閒活動的消費意願 越來越高 也創造出稍微高檔的戶外產品 市場新商機 東文宣的王宏妮 李英英 在這兒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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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